各位評審好 這是我們的作品 作品名稱為代季靈耗電多功能插座 那這是他的母作 這是他的工作 那這裡有一個LED電源指示燈 電流導通的時候 他就會亮 那我現在要證實我們的作品 代季靈耗電的功能 這是功率計 那現在沒有接東西 所以現在要靈網 那當我們接上電速之後 在機中就消耗了2.9瓦 那接下來插上我們的作品 他一樣沒有消耗 他一樣沒有消耗瓦特速 那我要插上旁邊的電燈泡 那如果我們要 我們要減少 在機中的耗電 那我們一定得 平凡的插拔插頭 那會造成插頭耗損 所以我們的作品設置了 接觸感應式開啟 接觸感應式開啟 感應式關閉 一可感應 感應式開啟 手動式關閉 手動式開啟 感應式關閉 這樣不但 減少了觸電的危險 而且 也減少了插頭的耗損 那接下來我要 表現我們作品的第3個功能 如果 作品號的第3大特點 就是具有瞬間斷電送電的電源隔離 防止電器設備燒毀 如果電器設備 瞬間的送電及斷電 那可能會造成電器設備燒毀 嚴重的話 還可能釀成火災 我們的作品 耗時大特點 第1點 體積小 成本低 使用簡單 第2點 免接觸 插拔插頭 打到完全斷電送電子目的 第3點 無斷電送電子監控電路的待機耗電 第4點 可以手動式按壓開關 打到完全斷電送電子功能 第5點 可以非接觸式 直控開關 打到完全斷電送電子功能 第6點 具有連接電器設備 且不使用時 不用拔插頭即可完全省電子功能 第7點 具有過熱自動斷電保護功能 第8點 具有過電流自動斷電保護功能 第9點 具有通電中LED燈 狀態指示功能 第10點 具有瞬間的斷電送電子 電源隔離 防止電器設備 燒毀之功能 速度直走 可以積聚嗎 不用了 水上